四月来了,春天也来了特别结合了四月几个重要的星象,给大家设计了一个运势占卜,看看这个月你会遇到什么难关,又需要怎么克服呢? PS 之后将会为大家带来四月会遇到的好月,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哦! 选一张有感觉的牌吧! 几牌如下 A 月 四月会遇到的难关,像如飞飞,感情又是 对应运势,感情运 这张牌代表着梦幻与期待,选中这张牌的你,必定有着美好的爱情憧憬 你渴望开展一段爱情,希望在充满春天气息的四月遇到桃花 若是遇到了有感觉的人,你会很快进入恋爱状态,看头的眼神都仿佛变成星星眼 这次业念,幻想你们之后的生活,希望快速谨测你们的缘分,对很多巧合,或偶然也认为是命中注定 这种状态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你的生活潜密度,让你的生活有所期盼 但这种状态对于真正开展一段关系,并没有太大好处哦 因为恋爱不能纯感性面对,你们也需要认识到彼此真实的一面 看到对方的缺点和你们相处的矛盾 克服对策,兴奋和心动的同时别忘记理性,不要放任自己的脾气,行为注意体现行伤 B.保健7.四月会遇到的难关,虚假消息,被人狂骗 对应运势,综合运 这张牌象征着空投支票,暗示着选台的人,有可能面临一场骗局 这只抽到这张牌的,你必须要小心的是,你的情报网出现了一点问题 身边有些人开始给你虚假消息 比如告诉你某个股票上涨,某个项目赚钱,某家公司前进不错,某个对象条件不错等 凡是对你未来打包票的人,都建议你谨慎面对 C.有些人只是想利用你的实力,而有些人只是随口一说 但因为你很希望改善自己的生活,所以迫不及待做出行动和选择,导致倾信情报 克服对策,那点做决定,给自己冷静期和缓冲期,不要太相信他人的判断,让每个选择都更慎重 C.权兆时 四月会遇到的难关,热血冲动,自我膨胀 最应运是,是业运 这张牌代表着冲进和激情,也像盯着过度自信和张狂的做事风格 经历过前段时间的水泥,和第一季度的风波 你确实成长了不少,能力有了很大提高 如果对策,请记住,越有实力的人,越低调 当你想争取某项目时,不妨想想出是了谁负责,别忘记你也有上司和监督者 D. 性逼刺 四月会遇到的难关,人机僵化,关系变差 对应运势,人机运 这张牌象征着人机关系的固定和僵化 你会发现,某段关系看上去,似乎还是友好善意 但这种友好,却和你原来设想的不同 或者说,某段暧昧,本来能发展成爱情 但却在交往途中越来越无需,话题变差,价值观不合,逐渐归于平淡的关系 抽到这张牌的人,要注意人机关系的保险和升温 也许你没有意识到,某个人和你关系,以及变得疏远 也许你还没明白双方不适合的原因 但无论如何,某段关系突然变冷 是你肯定能感受到的事 克服对策,增加和朋友的互动 反思自己对朋友的冷落或不信任 看清楚和暧昧对象的关系 要么进一步告白,要么退出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